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卑诗省911中心E-CAM公司总结了2014年最荒谬的求助电话 希望提醒民众不要滥用紧急电话资源 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咖啡店WiFi坏了 印尼搜索人员在赵瓦海发现亚航客机残骸后 已经捞起7具遇难者遗体 有消息指客机在失去联络前 曾以难以置信的大角度爬升 可能超出机体的承受能力 观众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4年的12月31号星期三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 多伦多地铁warden站发生怀疑持续情结 一名33岁男子后在附近地区重担死亡 专门负责调查涉及警方在行动当中有平民死亡 严重受伤或声称遭受性侵犯的 安省特别调查组正在调查 安省特别调查组说 多伦多警队的警员在今天凌晨大约12点16分 收到有人致电911称 在warden地铁站发生结案之后赶到现场 随后在附近位于warden avenue的一栋建筑物外 发现与疑犯资料吻合的男子 警员与该名男子有互动 而该名男子重担当场被证实死亡 安省特别调查小组 已经委派8名调查员和3名见证人员调查事件 并且已经确定一名调查目标警员 以及2名警员列为证人 本地传媒报道 是一名在车站的图人致电911 声称一名持枪男子 刑结多伦多公车局一名收费员 收费员在事件当中相信没有受伤 据报有向疑犯交出一些现金 今天是新连夜 多伦多公车局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 再次提供免费的地铁 街车和巴士服务 这下由Corby Spirit & Wine赞助的措施 由今晚7点钟到明早7点钟实施 另外地铁服务提供时间会延长 在地铁一号线 最后一班从Union Station开往Finch Station的列车 会在明天凌晨3点半开出 至于开往Dunsville Station的最后一班列车 会在明天凌晨3点34分开出 在地铁二号线东行和西行最后一班列车 会在明天凌晨3点37分开出 至于三号线从Kennedy开出的最后一班车 而四号线由Shepherd Young Station 开往Dun Mill Station的列车 则会在明天凌晨3点58分开出 在明天元旦日 多伦多公车局的地铁服务 会从上午9点钟开始 按星期天班次提供 Go Transit在今晚8点后 也会提供免费服务 效果方面 在阿省埃德蒙顿 总共有9人死亡的谋杀及自杀案震惊社区 当地有大批市民 在5名成年人和2名幼儿 在星期一晚上被发现死亡的寓所外 放置蜡烛和毛绒玩具等物品悼念 当地警方昨天说 一名有犯罪记录的男子 涉嫌在星期一晚开枪射杀一名女子 其后在一个寓所内发现7具尸体 死者包括两名男子 三名女子 一名10岁以下女童和一名10岁以下男童 疑犯在昨天 在一间餐厅内发现自杀身亡 阿德蒙顿警察总长形容事件 是极端暴力家庭个案 对整个城市来说是可怕的事件 又说自己在警戒39年未曾见过同类情况 他表示 疑犯有预谋杀人 强调没有证据显示与帮派有关 阿省省长彭斯表示 在这个应该充满和平和善意的季节 发生这宗暴力事件 令人更加难以接受 他向事件中家庭的亲友质疑慰问 警方已经确定 首名被杀女子是37岁 悦意的Cindy Dong 其他7名受害人的身份 预计会在验尸工作完成后才会公开 法医官预测会在星期四 对包括疑犯在内的全部9名死者 展开验尸工作 贝斯省911中心ecom公司 总结了2014年最荒谬的求助电话 希望提醒民众 不要滥用紧急电话资源 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 咖啡店的WiFi坏了 ecom公司所负责的911报案中心表示 曾接获要求替换披萨的报案电话 该名民众觉得他所收到的外送披萨不新鲜 另外还有人曾经打去问能否带叫计程车 甚至希望能否帮忙找不见的眼镜 ecom发言人表示 不论在任何情况下 ecom中心负责接电话的员工 将每一通来电都视为紧急事件 即便是当下听起来很荒谬的情况 都必须确认来电民众的安全 这类无谓的洽询 显然占用了宝贵资源 ecom中心每天接到超过2600通报案电话 大多数认为真正的紧急事件 包含民众的安全 健康受到危害 或需要警方紧急协助的社会案件 根据该中心的资料 十大荒谬报案电话提问还包括 今天是几月几号 是不是公共假日 旅行社电话几号 以及乱穿马路的罚款是多少 好了 加国新闻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一听断广告 广告之后将为您带来国际新闻 天宝旅游提供专业旅游服务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 在北美与中国共有12个分设 避免接待能力强大完善 致力发展网上旅游消费 足够出户完成机票和旅游团预定 保证您自由出行 网络空间风采无限 天宝旅游 让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全新英文财经报导 洞悉中国到亚洲的经济动脉 发放更全面的财经信息 财经亚洲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准时为您报播 一年一度的华人春节盛会 欢乐春节五周同春春节晚会 将于明年3月4日晚7点半 于多伦多索尼剧院开演 偶像剧歌机叮当至今出道八年 真爱好难得演唱会 巡回八个城市 场场爆满 更创下四度Ankle欲罢不能的盛况 大多虎天下午来拜拜 与您相约 我的心跳得好急 好真实 我觉得 我对他都信了 是因为 内疚 你手上的 这条手环 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每次想到公主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幸福 我很喜欢 很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好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印尼搜索人员 在爪瓦海 发现亚航客机残骸后 已经捞起七具遇难者遗体 有消息指 客机在失去联络前 曾以难以置信的大角度爬升 可能超出机体的承受能力 遇难者的遗体 由救援船送上直升机 送回阿里万丹省 一个空军基地 遗体其后转送到 似水验尸及确认身份 当局又向家属 收集精英样本及相片等 希望加快确认身份的程序 有前机师 由机身残骸 及死者身上的衣物 相对完好 估计客机不是在空中解体 而是失速 在触及海面时才解体 事故原因仍未查明 但有消息透露 根据客机失联前 传回地面的雷达数据显示 客机曾以一个 难以置信的大角度爬升 很可能超出了 A320的承受力 不过出事原因 仍然有待巡回黑河后 才能确认 客机出事几分钟前 机师曾与地面联络 要求爬升高度 避开云层 但因为相关空域交通繁忙 没有获得允许 客机其后失联 没有发出过任何的求救讯号 搜索工作 因为恶劣天气受阻 进度缓慢 搜救人员早前利用声纳仪器 探测到水下30至50米海床 有大型物件 估计可能是客机机身所在 早前在希腊附近海域起火的杜伦 正拖回意大利调查 希腊当局发放杜伦出事时的片段 片段见到出事杜伦起火冒烟 多艘船赶往现场协助扑救 事故发生多天 再有大约200名获救乘客和多名伤者 星切尔送到意大利布林迪西 出事杜伦留在希腊附近的 亚德里亚海数天后 星切尔拖回意大利调查 预料今天稍后到达 事故至今造成最少11人死亡 另外数十人下落不明 暂时未知事发时 是否有非法入境者在船上 德国多地持续大雪 引发交通意外 最少4人死亡 30多人受伤 初十八市当地星切尔 在距离法兰克福东北面 大约100公里区域翻侧 警方指持续大雪导致路面失滑 初十八市当时怀疑 未避开迎面一辆失控的私家车 突然改变方向并滑出路面 消防人员到场搜救被困乘客 当中包括多名长者 而在德国第二大的慕尼黑机场 工作人员加紧清理跑道和飞机上的积雪 超过四十班航机 因为恶力天气要取消 另外有多班航机延误 上海外滩跨年庆祝活动 发生人采人事故造成三十五死 四十二人受伤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 月凌晨四点钟 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 指事发在昨晚大约11时35分 黄浦区外滩沉溢广场 警方封锁现场分隔人群 方便救援人员为伤者急救 事发时 拜摊正举行东方卫视庆祝跨年演唱会 警方最初指 有游客在现场摔倒 有关方面迅速展开救援 伤者被送往附近多间医院 据报有人送院时已经昏迷 上海市新闻办说 事故造成三十五人死亡 四十二人受伤 上海市政府已经成立工作组善后 市委书记韩正等官员 凌晨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探望伤者 新年来临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 是全球最新迎接2015年的国家 新西兰奥克兰著名地标天空塔附近 架设了大型倒数钟 在踏入新年的一刻随机发放烟花 送旧迎新 历时约五分钟 大批市民到此欣赏庆祝 首都惠灵顿也有庆祝活动 由管弦乐队在公园表演 庆祝新年到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